Hello大家好,接下來我們要來新增文章分類的名稱 那其實文章在發布的時候應該是要給分類的 這樣直接發布好 我們進到文章來這邊 那進到左邊文章這邊有分類,我們點選一下 這時候預設在這裡有新增分類 譬如說跟蝴蝶相關的 好,點新增喔 再來點選 天牛 再來新增 蝶蟲 上面有三個組分類 我再新增 蝴蝶還有分大鳳蝶 蝴蝶 大鳳蝶 那大鳳蝶呢 他應該在蝴蝶的下一層 那這邊就把最上層的功能取消 取消的時候他就讓你選了 蝴蝶放在 大鳳蝶放在蝴蝶的下一層 新增就看到這樣 出成中 再加一個 紫斑蝶 一樣把這個最上層取消 他就讓你選 點蝴蝶 那就新增這兩個了 所以在蝴蝶下面有兩個 只分類 當你分類做完以後呢 接下來 就可以新增文章 可以指定了 我再來新增一篇文章 好接下來介紹什麼呢 蝴蝶的生活史 那在新增文章的時候呢 標題名稱 先打 蝴蝶的生活史 對不對 那接下來內容呢 一樣我們這邊複製一下 按右鍵的複製 點這裡Ctrl V貼上 那在右邊 如果看不見這記得要點齒輪 右邊這裡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排版的樣式 色彩可以改 色的顏色我享用 紅色的 背景呢 我希望有點 不同的背景來橘色這個背景 再帶一點這個 好 接下來呢 手字放大 昆蟲 還有在文章這裡這是區塊喔 文章這裡呢就可以指定分類 這一篇文章我放在哪裡呢 大鳳蝶好了 好我們就點選發布 發布 那我們再回到網頁來 我們一樣在點選首頁點選首頁 就改囉 這是我們剛剛發布的文章最新的 老師 那我們前面兩個 兩個文章沒有分類怎麼辦呢 我們再一樣再回到 解釋這裡來 全部文章 我們剛剛前面這兩篇文章 認識蝴蝶 點這裡 可以再來做什麼 編輯 編輯就到這裡來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重新再給他什麼呢 分類 這個應該是歸於蝴蝶 不要再為分類 蝴蝶這個類別 更新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加進來了 來 那我們再回上一層 上一層 這裡 接下來還有這個 蝴蝶的構造 一樣 在文章點起來以後呢 透過右邊這裡文章的地方 我們一樣再來 補分類給他 你不是在為分類 你是屬於 蝴蝶這個分類 按更新 所以呢 每個文章當然都可以做修改的 那如果說你分類做完以後 我們可以把 文章的分類變成什麼呢 變成選單放在這裡 以後發布了任何蝴蝶的文章 都可以被蒐集在左邊的選單裡面 然後 後面會再教 請各位先把這個先做出來 來嗎 來嗎 來吧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